懂,是世界上最温柔的语言,懂,默默无声,却让人踏实心安,懂,虽不浪漫,却让人无比依赖,万人陪不如一人懂,一生之中,若有一个懂你的人,会让你轻松很多,懂你的人,一定在乎你,他知道你的脾气,了解你的性格。 你喜欢什么,讨厌什么,他全部都知道,因为在乎你,所以愿意懂你,不给你施加压力,不让你感到委屈,有个懂你的人,真好,在你满腹心事无处速的时候,他可以陪在身边,你说了,他就耐心轻轻,你不说,他就默默陪着,有个懂你的人,真好,当身边的人误会你的时候, 他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你,当周围的人议论你的时候,他会毫不犹豫地护着你,在他心里,你就是最重要的人,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,一生之中,能有个懂自己的人,真好,不需要牢牢叨叨,不需要解释太多,你的苦衷,他理解,你的心酸,他明白,你的委屈,他心疼,你的不易, 他清楚,不是每个人都能坦诚相见,对的人才能让你笑得灿烂,不是每颗心都能相互取暖,真的心才能让你盼望永远,留着眼角的热泪有人疼,压在心中的郁闷有人轻,扛在肩上的压力有人懂,朋友不求太多,有一个懂你的人就足够,感情不求浪漫, 有一颗陪你的心就温暖,有个懂你的人,真好,他让你感到轻松,他对你无比真诚,他是你倾诉现实的对象,也是你缓解伤痛的良药,承诺无数,抵不过一生我陪你,千言万语,莫过于一句我懂你,活在这个世上,不求有人能红,但求有人能柔,不求有人能疼,但求有人能懂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